小混伙为加入流氓团伙纳投名状 将无辜青年杀害 无良律师为求胜诉 逼迫父亲强行和解 当听说凶手最多只能判三到五年之后 父亲决定亲自为儿子报仇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由温子仁导演的动作片 死亡裁决 某公司高级副总裁凯文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老婆温柔贤惠 两个儿子聪明可爱 老婆孩子热炕头 凯文这小日子过得舒坦 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嗝皮照亮啊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 凯文看完大儿子的冰球比赛 爷俩开车车往回走 途中经过一加油站 凯文给汽车加油 大儿子则到超市里买饮料 这个时候一帮流氓团伙的成员 开车来到了加油站 其中一个小混合 为了证明自己对帮派的忠诚 残忍的把凯文的大儿子给杀害了 凯文上去就跟凶手扭打在了一起 虽然他看到了凶手的脸 但最终还是让对方给跑掉了 无心恋战的凯文急忙去救自己的大儿子 对一个父亲来说 此情此景那种心痛 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凯文的老婆和小儿子赶到医院 但是医生已经无力回天了 一帮嫌疑人很快被警察抓了起来 凯文一眼就认出了凶手狗生 这场飞来的横祸 一下子让凯文一家的生活陷入了谷底 转过天 律师把凯文叫在一起开了一碰头会 由于加油站没有摄像头 而且目击证人只有凯文一个人 为了保险起见 律师的意思是跟被告方达成协议 这样凶手狗生可以快速认罪 保证能判个三到五年 如果凯文非要求无期徒刑的话 有些事情就很难说了 因为证据不足 狗生很有可能会被无罪释放 法庭上狗生嚣张的气眼 令凯文怒火中潮 但他并没有被愤怒冲昏痛倒 为了能亲手替自己的儿子报仇 他当庭表示人不是狗生杀的 狗生被释放了 他的哥哥大突嫖 带着帮派的坏家伙们开车过来接他 凯文开着车在后面紧紧的尾随着 一直跟到了这帮坏家伙的窝点 凯文晚上回到家 正在工具房里挑选作案工具的时候 他的小儿子听到动静过来了 也许是出于对哥哥的思念 小儿子很想去那个家务站看看 这个时候他老婆也进来 当他老婆听说狗生被无罪释放了 可气坏了 凯文一心想着报仇 谎称去公司拿东西便匆匆离开了 凯文开车来到狗生住的地方 趁着狗生去扔垃圾的时候冲了进去 双方几乎没有交流 当时就动了手了 在刺打的过程中 凯文的刀捅进了狗生的身体 凯文一看也下猛圈了 逃离现场之后 凯文把作案工具擦拭干净 扔进了路边水沟里 回到家 凯文痛痛快快的洗了个热水澡 此时他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 既有复仇后的快感 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专门贩卖枪支弹药的胖大鼠 是大秃嫖和狗生的老爸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 大秃嫖和狗生在罪恶的道路上 是越划越远 大秃嫖回到窝点之后 首相人告诉他狗生被人给杀了 狗生的死 让警察很快就怀疑到了凯文的身上 看着凯文受伤的时候 警察并没有大草惊蛇 亲弟弟被杀 当哥哥的肯定不能善罢甘休 但是查不出凶手 这大秃嫖是干着急没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团伙成员 说自己的妹妹那天晚上 看到一个穿西装的在附近出现 把报纸上凯文的照片 拿给他妹妹一看 果然被认出来了 冤有头摘有主 大秃嫖很快便开始行动了 此时的凯文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一边担心警察会找上自己 一方面又害怕黑帮的人找到军仇 当他正在街上边走边胡思乱想的时候 大秃嫖带着人杀到了 凯文一看大势不好扭头就跑 对方人多势众 而且都是年轻人 各个体力充沛 凯文追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这个时候不仅要拼体力 还要拼智力 机灵的凯文左拐右拐 终于跑进了停车场 为了迷惑敌人 他弄响了所有汽车的暴警器 但大秃嫖那边人数众多 他们分兵好几路 把停车场到每一层都占领了 车开不走 凯文只好跟其中一名团伙成员打了起来 这场肉搏战异常的艰难 凯文最终还是凭借聪明才智成功逃脱了 刚摆脱了大秃嫖一伙 凯文又接到了他老婆的电话 说他们的小儿子不见了 凯文开车来到大儿子遇害的江河站 看到小儿子正在往里面张望 本来就一脑门关死 现在小儿子又给自己添乱 可怕凯文气得不清 虽然凯文暂时逃脱了 但他的手提箱却被大秃嫖给捡走了 里面不仅有公司的资料 还有他的个人信息 转过天 凯文正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的时候 大秃嫖派人来下战书了 凯文打开手提箱 看到了他最担心的一幕 他急忙打电话给大秃嫖 两人通话的内容不用猜也知道 大秃嫖叫嚣着要干掉凯文的老婆孩子 凯文一拼可吓坏了 先是给自己的老婆打了电话 然后又给警察打了一电话 让警察赶快去了家保护他的老婆孩子 凯文开车回到家之后 把屋里的所有门窗全都锁死了 女警官来到凯文家 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 大秃嫖为什么会找他的麻烦 凯文想了想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虽然凯文没说 但女警官和凯文的老婆都明白怎么回事 俗话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这天晚上乌云密布阴气缭绕 虽然门口有警察保护 但凯文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两口子护诉了中场之后 大秃嫖带着人杀过来 他们首先干掉了负责警卫的警察 然后冲进凯文家 鼎鼎鼎鼎就开了枪了 虽然凯文拼命抵抗 但大秃嫖人多势众又有枪 三口人很快就被摆平了 凯文和小儿子身负重伤 他老婆当场就挂了 女警官来到病房看望凯文 劝凯文不要再干傻事 这样杀来杀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可现在的凯文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 血债必须要有血来厂了 他首先通过上次大秃嫖 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查到了一个名叫四朵玫瑰的酒吧 这个酒吧也是大秃嫖团伙 经常出没的地方 然后他来到银行 取出了所有的积蓄 凯文开车来到四朵玫瑰酒吧 打听到了大秃嫖团伙的住宿 但是对付大秃嫖一伙 没有枪可不行了 于是他又来到了军火贩子 胖大叔的街场 凯文首先展示了提包里的现金 胖大叔意识到 这是来了大客户了 于是把自己的货物都拿了出来 交易完成之后 凯文刚刚要走 被胖大叔给叫住 原来胖大叔知道凯文 是来杀自己儿子大秃嫖了 凯文和他两个儿子的恩怨 他是一清二楚 他之所以没有杀凯文 首先是他非常痛恨 自己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 他觉得要给凯文一个机会 但同时才有认为 凯文找大秃嫖宝仇 那是自寻死路 从来没有玩过枪的凯文 还在边看说明书边研究 可怕他难为的不行 既然要放大招 那必须要有一些仪式感 通常女人放大招之前 会瞄眉画眼吐口红 凯文则是把自己的头给剃了 这么一套程序下来 这位公司的高级白领 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级插手 随后凯文开车 来到了大秃嫖同伙的住宿 打听出了大秃嫖的窝点 当从电话里 听到凯文的声音之后 大秃嫖意识到大战即将来临 这个时候 他老爸胖大叔开车车过来了 大秃嫖早就受够了 他老爸的训斥 一枪就把胖叔叔给逼了 凯文开车来到大秃嫖的窝点 首先干掉了一个团伙成员 然后和大秃嫖及其手下展开了枪战 经过一场鸡毛乱飞的对射之后 身负重伤的大秃嫖和凯文坐在了一起 此时的大秃嫖肠子都毁清了 因为正是他把凯文从一个公司副总裁 活活逼成了一个杀手 影片的最后凯文掏出备用枪 把大秃嫖给毙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警 法律道德有底线 切莫嚣张下满岸 末世生命胡乱来 孟婆请你吃盒饭